世界癌症日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节庆 旨在提高对癌症的认识 促进预防措施和支持患者 这一天让人们共同反思 癌症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促使更多人参与癌症相关的研究和行动 癌症的现状和挑战 全球癌症负担 癌症是全球健康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每年造成大量死亡和健康损失 不同类型的癌症 癌症有着多种不同的类型 每种都有其特定的风险因素和治疗方法 世界癌症日的起源 国际癌症协会 世界癌症日是由国际癌症协会 UIC发起 首次于2000年举办 纪念日日期 世界癌症日定于每年2月4日 以纪念国际癌症协会的成立日 世界癌症日的目的 提高认识 通过活动和宣传 提高公众对癌症的认识 减少与癌症相关的偏见和误解 促进预防 强调健康生活方式和早期检测的重要性 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癌症相关资讯 癌症的形成 癌症是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和分裂 形成肿瘤的结果 癌症的风险因素 吸烟 不健康饮食 缺乏运动等 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一些因素 癌症的预防和治疗 生活方式改变 戒烟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运动 有助于预防癌症 早期检测 定期进行筛查 和早期检测 可以提高癌症治疗成功的机会 世界癌症日的社会运动 关怀患者 癌症患者 和他们的家庭 成为世界癌症日活动的焦点 社会运动 强调对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募款和研究 许多组织在这一天 举办募款活动 用于癌症相关的研究 和医疗服务 全球合作与挑战 跨国合作 癌症是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 分享经验和资源 普及医疗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提高对癌症的医疗设施 和知识的普及程度 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激励希望和积极行动 激励个体 世界癌症日的目标之一 是激励每个人取积极的行动 照顾自己的健康 鼓励研究 通过支持癌症相关的研究 激励科学家们 不断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和预防策略 总的来说 世界癌症日 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活动 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癌症问题 鼓励取预防措施 同时提供支持 给癌症患者及其家庭 这一天 凝聚了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 致力于战胜 这一严重的健康挑战 给癌症患者及其他健康的健康 给癌症患者及其他健康的健康